回來第五節的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沒有雕拔的 雕拔有事要先走 他的先走 我們是留校啦 今天是三個都不太齊腳 今天又沒有雕拔 沒辦法啦 人手不足 我們香港 今天是隔不了時間 但是一定要今天錄 所以大家要走時間 明天節目 星期五出街啦 星期六就要去 星期六也沒有時間 因為星期六就要網聚 還有去派米 變成了一整天好日 基本上一定要金銀價 其實我們 做這個網台 其實也可以說 是一個業餘性質啦 坦白說 很明顯啦 因為 我們應該是全香港 極少數 其實是網台來說 我們也可能 可能算是 主流之一啦 因為呢 網台裏面就是主流之一 網台裏面的主流之一 這也挺肯定的 如果你要算上去 頭幾位啦 你算是時事台這樣算 其他那些 說鬼故也不是啦 說神秘的東西也不是啦 那些不算下去討論的話 以前的網台模式是以時事政治為主的 我們也算是主流之一啦 不過我們主流裏面可能是一個比較靈略的 那麼 說起這個網台生態 其實 我們說了很久了 當時 鄭大伯 他是用一個叫做商台的 商台級數的資源 大氣電波級數的資源 丟進去 搞網台的 其實是做大了網台的餅子啦 有些以前 不接觸網台的人 也會有機會接觸到網台啦 這是我經常都說的 因為你保持著節目的質素 就算不是看齊 大氣電波傳媒 你跟到八成也好 七成也好 人家就認識你是一個專業的節目 加上 現在那個 大氣電波其實也越來越走下坡 因為很明顯 就是我們看到今天 審計署 去炮轟這個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因為是一個電視台 其實有兩個channel 30台其實有兩台 一台就好像文字直播一樣 有些圖片 有些文字 好像看得見網台 網台好像 好像豐富過很多 網台好像我們現在沒有畫面的時事節目 以我所知 只有我們 我覺得 就算你說台灣 香港當然是入流的 基本上 除了我們之外 全部都有畫面看的 只有我們沒有畫面看 看不到樣子 只有聲音 還有一張圖 這個是我們方針來的 因為我自己聽網台 我是不看畫面的 說真的 有MPV 我也是會按MPV的 支持自己的台 當然會看Youtube 意思就是 你說真的 樣子又不是非常可人 也不是他的樣子好不好看的問題 但畫面其實就是沒有東西看的 除了看到你們說話之外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看的 因為以前有些網台主持的面部表情是很豐富的 有時候有很多很趣的動作 所以 比較忠實的聽眾就會 喜歡看那些畫面 我們沒有了 對不起 我們堅持沒有畫面 不直播 也不是定時會上載的 我們沒有做Live 因為我們覺得不用的 因為網台是沒有限制的 只要你定時 定日子就可以了 你先上載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先上載的東西就可以了 10月1日錄完之後不小心 是11月4日才拿出來播 我不是今天錄完 下個星期就播了 通常都是我們一天內的 今天錄完明天播 我們經過後期製作 要處理 我們後期製作主要都是聲帶 配上MP4而已 主要是轉做Video 因為 主要是放在YouTube 說回這個港台 今天被審計署屌到體務完膚 因為 他說 行政成本 極高 但是收市是 慘不忍道 極低 今年1月至6月 平均收市率是 0.1 大約是6400個觀眾 我想跟大家說說收市點 當時的人口是600多萬 以640萬人口來做基準 每一點就有64000人 這個收市點是這樣 現在香港已經達到730萬人 其實如果每點應該是增加才對的 所以他應該會更新的 7000多 那無線的收市就下跌了 因為無線一直都不敢update 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 每一點已經是7萬3人了 如果無線的20點 其實沒有20點了 因為要除了 你要把那些人數 除以 6.4 乘回7.3 還是先除7.3乘回6.4 你自己說要計算 總之你自己除了 其實收市點就要少了 如果現在20點 如果用新的收市點來計算 他應該估計 點數再低一點 要打850折 因為你640萬 去到730萬 點數再低了 沒錯 如果以前20點 現在只剩下17點 所以無線是很不願意去更正 這個叫做收市點的人口 如果我們做個台 每次都只有幾十view 100view 這也是很難看的 這件事我也試過 我知道的 始終是一個不紅的節目很難做的 初初 我們其實做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們也是幾百的 最初 說真的 初初 大家如果聽回我們節目也知道 我們本身在另一個台上 做了一個節目 但是以前不是用Youtube 以前不是用Youtube 因為大家都習慣了用Youtube 使得 Youtube整體收市好很多 因為我們16年 初初我們自己做的時候只有幾百而已 慢慢累積到千多 二千 三千 一直累積上來 而且 有一個竅門 原來300是一個大數 301 有很多人看Youtube 你看到那個數字是301 其實他是做了手腳 是 由301開始數 那麼你能看到 什麼時候都是301 即是他是低於300 甚至乎低於100 甚至乎低於20 但是他做了手腳是 由301開始計算的 你看到他比較好看 不會那麼肉酸 因為 原來是 過到300 其實如果對一個新的台 是 十分之困難的 那麼當然 如果劉德華出去做網台 不用說啦 自然可能有三五七萬 或者黎明 如果周星馳出去做網台 可能 時代一陣也有100幾十萬 所以 不同人有不同的結果 那麼我們 嚴格來說不是做網台 只是拍YouTube影片 放了上YouTube 類似是這樣的 我們是一個星期做兩次 現在也是 其實是恆常的節目 類似我們 這樣做法 同類型的 外面 我敢說我們的成本 是全行最低的 如果是全世界 我想都數一數二 那個成本來講 因為我們本身 不算很多成本 我們最近租了寫字樓 現在擴充了就貴了 以前的成本真的很低 我們以前嚴格來說就是我們三個 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所以成本就是我們也能控制得到 多得大家的支持 你們就按一下廣告 又給我們一個讚好 又幫我們推廣 又分享出去 令到我們的廣告收益 也算是增長了 所以我們也有空閒的錢 拿出來做一下善事 以及租回一個地方 租回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的野心就大一點了 不是在網台方面 不是說我要十個節目 九個節目 不是打算這樣 其實我們想多個地方 大家可以來 因為 我們有義工隊 去派米 也有個地方 給大家 結合一下 或者有什麼物資可以放在這裡 做完義工之後 可能接下來我們也會 多一點物資 手推車 例如你幫人派米 或者有些器材 幫公公婆婆 你不要說到 這裏也能擺放一些東西 當然是 擺放一部洗地毯的機器 做一部洗車 幫人弄車 當然不是 但是 我們下一步也想 除了組織派米義工隊 再組織一下其他 類別的人 的義工 就是不同範疇的義工 再組織一下 其實也不一定是要義工的 我們現在初步就是 初步就是希望大家在 公餘的時間 回歸 回歸社會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主要都是以義工為主 因為我們也沒有錢給你 我們也不是社企 社企是另一件事 我們也要交代盤數 又要非牟利 我們沒有錢交易 總之是 就算有些人想捐錢 你也不是捐給我們 你最好是自己開一張票 這次是大快活 你就可以開大快活票 那個就是759 你就可以開759 我們加上你的銀碼 就可以開另外一張票 我們這次派米 都是759給我們安排的 因為他們懂得米箱 米箱聽到這件事 是贊助給我們的 第一次這一轉 第1次 這5009米 其實是免費拿回來的 到時 我們也可能讀一讀米箱的名字 他做善事 我們要讀他的名字出來 贊助 下一次就是我們自己贊助 星期二得到贊助 就是我們給錢 還有有些網友 尤其是有些網友幫我買球 輸了一些錢 他說你不用給我了 你給我派米 我到時也會 他那份派賣 另外有些說想個別捐五百 一千或幾千 那些就另外 你們開票 不是開給我們 就開給759 如果到時是跟759買的 就開張票給759 我們可以避免收你錢 因為我們不想收你錢 我們自己也捐錢 我們不想收你 不想透過你 找我們捐錢 因為 我們跟 有些機構不同 那些機構 就叫做行公二號聯銀 不過就是你付錢 他幫你行公二號聯銀 我們是不希望的 我們應該一起去做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做 我們也想創造一個機會給大家 去做 不要只叫我磅水 什麼都沒有 沒有東西看 那就沒有了 我們希望是一個帶頭作用 我們帶頭捐一點 你說我 長年累月 也不可能不斷捐 很多時候 你叫做樂區 做一下 就不一定要你給那些實際的東西 那些人 有些老人家 可能你見一下他 已經很開心 你有人關心他 是不是 因為就算那區 那區有區議員也好 也不可以 只是去找區議員 雖然現在的區議員 就像保姆 但是你不可以全靠他一個 希望社會上面 有能力的人付出多一點 幫幫人 每人做多一點 其實那個進步也很大 其實原本一邊說派飯也是想這樣 我們應該是Target的窮區 沒錯 可能年紀大一點 老人家 或者低收入人士 我們現在 看看整個 香港的傳媒 不是只說網台那麼狹窄 香港的傳媒生態 其實都很難做 萎縮得很厲害 但是有個問題 就不是全行都萎縮 其實是個別 的人士萎縮 大家也知道我想說是一傳媒 一傳媒其實股價只剩下兩毛錢 一直不斷跌 跌到不得了 基本上是沒有得升的 不是說股價跌那麼簡單 他的業績一直都倒退 是每年都虧錢 為什麼會虧錢呢 原因其實就是沒有廣告收入 因為 竟然是一個傳媒 即是 咳人 咳極 都不夠收入的 跌幅那麼厲害 無論如何你都 即是你一個人 你同時跟他輸血 但是他的大動脈 就被人割開了 大動脈不斷流血出去 你怎麼輸也不夠 其實子媒那個廣告 還是有很大市場 有很多人現在還在看子媒 即是你免費報 即是每個人都拿著電話 其實你想想 免費報還可以現在生存 AM730 還有那個 頭條日報 那些很厚的 頭條日報 其實是半塊廣告來的 意思就是他很好生意 他越後代表他越好生意 他是免費報來的嘛 頭條什麼立場大家很清楚啦 煙仔河 很明顯啦 那我其實 除了 剛才港台嘲笑他 港台真的很誇張 港台有180多人 他有180多個員工 全職的 全職的 我們坦白說告訴你 現在我們有 我們有半個 我們有一個part time 半個半個part time 其實也是半個part time 是我們出節目他幫你弄下統籌 幕後那些後備東西 即是後期的東西 不是後備東西 那麼變了 我們那個戰鬥力是比港台高360倍以上 首先 第二 我們的成本是比他低 哇 多得了 他原來一年要寫10億 嘩 即是燒校長 他這算是炮掌 只要燒一年 燒了一年炮掌會怎樣 你製作完的東西 沒人看是沒用的嘛 他其實不是完全沒人看的 問題就是 是少得讓人家有些唏噓 你一個港台 你的收視低過我們很多 我一直都沒有人看的 除了頭條新聞 除了頭條新聞 有個問題就是 你收視低過我們 就變成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投資那麼多成本下去 成本效益非常發生 港台大家最記得的是什麼 頭條新聞 太后啦 警訊啦 警訊是不是 警訊是港台製作的 最熟悉是這些 亨槍閘 亨槍閘 以前有獅子山下 再之前那些 類似的劇 其實港台的經營也是有難度的 因為 現在這個台是純粹政府撥款的 賺錢方面就不成問題 但現在好像遇上阻力了 因為審計署一出報告 即是說政府做得冤大頭 做得傻子 給那麼多錢出來 你的收視比星期還低 怎麼交代 政府失效的 項目太多了 大家先說 那些全洗親都冤枉錢來的 其實是不冤枉的 幫人就沒有什麼 真的幫不了 其實他的錢一點都不冤枉的 因為他使得去 一定有人賺了 有人好賺 當然啦 跟那條十幾億起的天橋 一樣 有人很好賺 幫你洗完冤枉錢 當然有人賺走了 因為你有一個角度 有人說 我騙了十幾億 然後另一個角度 我騙了十幾億 是不是有人開心呢 其實這一節我們主要講一下 我們台的經營狀況 媒體的生態 剛才還沒說的結論 就是壹傳媒為甚麼做不住 因為主要就是他受了政治的打壓 這是真的 因為 如果以市場角度來講 不用新聞的角度 我經常都批評 蘋果做新聞是不合格的 如果你讀全理系 如果你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那些是content farm 很多時候 但是 但是他的Market做得好 就是因為他 起標題 內容 夠挖眾取蟲 他是很夠收視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是一個 連鎖效應 為甚麼呢 他那個資源一剪 下面的記者其實想做也做不到 因為不夠錢 本來有五個記者採訪 現在四個人做了五個人的事 要我理解 他們告訴我 他們內部都是競爭狀態 記者也要 考送金的嘛 考送新聞是可以的 那你會怎樣呢 認認真真做新聞 講的東西全部有根有據 只有1200view 沒有人看 那麼你今天不會有人獎賞你 不會因為你做得的內容 好而讚賞你 這個是對記者很大的侮辱 然後有一個 亂整條標題是煽動仇恨 可能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無端端整條大陸人 不知道甚麼甚麼 那條可能有十幾二十萬view 那個人又獲獎 那你跟著整份報紙都在做這些 就是想惡罰線 合客倒倒轉 一定是 你有這樣的競爭 的狀態 一定是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會有一個連鎖效應 就是 角走極端 壞的節目就越來越受歡迎 低質素的那個記者 就是不斷被人掌賞 而有專業的記者 是有心去做新聞的記者 是不斷被人懲罰 懲罰到他無可依航為止 這個也不止是壹傳媒的 整個香港 各行各業都有這個情況 對 通常你見到人們有些 銷售跑得 人上床的 他打架很厲害的 他專刀背脊的 他的拆鞋很厲害的 通常都是這樣 中中直直的做不到這行 但是如果將一樣 叫做傳媒 跟銷售掛勾 那個行業就毀滅了 真是毀滅了 因為你要跑數嘛 要講業績嘛 業績 即是要填大多數人口味 即是未必是真的 最重要是夠話更醜 夠夠說 這樣也很珍貴的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都覺得 慢慢覺得 我們也不會去強求那種要高收市的東西 因為你夠說一條膠態出來 隨時可以 揭露習近平的勝取向 如果要寫這些標題 但寫出來 每天都震驚13億人 每次有多少萬億外債 又有多少萬億負債 我又可以隨便說 不停地高一些 九不打八 不知道從哪裏走出來的數據 隨便打開統計處 大把數據給你 你自己上網頁自己看 不用聽的 不用聽別人說的 你上去按吧 因為現在 可能 現在是處於一個亂世 所以 很多那些資訊 尤其是一些 比較壞的消息 特別多人 想聽 好的東西 就不想聽 什麼好人好事都沒有人理會 誰是壞蛋呀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價值觀扭曲到這個地步 笑貧不笑窗 香港變成這樣 不可以的 我不是同意全部人是這樣的 是那些會主動發聲成 很多意見發表的人 集中在這部分的人 很多中中直直的人 選擇不出聲 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我承認相信大部分的人其實是好的 他們不會跟你爭論而已 有時候我們說的時候 都沒有心機看到那些人 他們那種 偏執 那種不理性 那種盲目 自從社交媒體發達之後 就變成了這個問題 變成了一些偏激的聲音 已經佔據了 所有的場地 偏激的聲音一定是最大人看的 跟一個班房一樣 你可能有 40個人的學生 有39個 35個是乖 有5個是 吵緣麻煩 你整個班房只能聽到那5個人的聲音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標題叫做理性形式基本法 得死了 50秒也沒有 如果有另一個標題呢 我寫了淺談刑事法 一定沒有人禁止的 你說揭露佔中 按 防擾罪真相 就是這樣嘛 揭露戴耀廷 一定被定罪 那你又被人禁止了 這個到底是 傳媒人問題 還是 聽眾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要留給你了 今天節節都超時很嚴重 我們要休息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